文明的第二个特点呢 它有明显的季节性 地狱性 其中大多数就有传染性和流行性 但不是所有都传染 这个季节性啊 刚才咱们讲了 一年四季气候不同 由于自然界的气候不同 所以它存在的致病因素就不一样 比如说春天温暖多风 它就风热些气 夏天炎热 秋天干燥是燥热些气 所以啊 这个一年四季 它出现的病种不一样 临床表现也不同 虽然都是闻病 所以治疗方法也不完全相同 这和季节有关 不同季节不同病种 再有我们国家 疆域非常的辽阔 从黑河到广州 甚至于到海南岛的三亚 是多远 从东海 海边 你知道 最西边是多大 这个疆域太辽阔了 960万平方公里 这么大的领土 南北的地域差别相当大 东西的地域差别相当大 所以 因为什么呢 它气候特点不一样 所以呢 导致的病变 也不完全一样 叶田氏在文字片里边说 你这么一句话 且 就是我们江苏 苏州一带 失邪害人最广 那就是说 那个地区 失气特别重 为什么呀 它仅靠着太湖 西边 濒临太湖 东边是东海 辽阔的水域 到处都是水 所以 它失气特别重 失邪就重 导致的 湿热病种就多 它气候也炎热 温度也高 所以湿热病就多 你到西北去 就没有这么多的湿了 到吐鲁藩 盆地 它一年的降雨量 是16毫米 这16毫米的水下来 雨点下不到地下就干了 哪来的湿 所以它导致的病种 肯定就不一样 就这个地区不同 它的气候不一样 自然条件不一样 所以呢 病种也不同 温病啊 跟地区有关 不同地区 有不同地区的病种 再有特点 大多具有传染性 就是不是说 所有温病都传染 但是毕竟 大多数具有传染性 那么 这个问题啊 在内经里边就提出来了 素问一篇 是啥论 他听出来 五义之治 这五义啊 是指啊 义不是一种 就是义病 有传染性的温病 也不是一种 传染性疾病是多种 这五十个 广义的概念 就很多 这个义病 只要发生 结乡染疫 染和疫当什么家 咱们现在叫传染 咱们现在叫传染 他叫染疫 染疫 就是传染 意思 一块白布 给他染缸 拉出来 里边是蓝色 拉出来不就是蓝的了吗 你挺好的一个人 接触病人 就给你染上了 你就变了 变成病人了 意识交换 意思 传递交换 就是 健康人 接触了病人 他就传递给你了 隐身就是传递 染疫就是传染 互相传递 互相污染 怎么知道呢 不管大人小孩 只要是接触了这种疫情 传染过来 症状都一样 你制法也就相同 就在内经时代 已经就提出来 疫病可以传染 而且不是一种 疫病的种类也很多 那么 双含力 前面咱们引了 我就不写了 也提到了 实行之气 他们讲了 非其实而有其器 气候反常 非气车有其器 可以出现实行之气 所谓实行 也就是传染的意思 也就是流行的意思 还有 有人叫天行 天行实行 都是指传染的意思 所以这个温病啊 可以互相传染 在古代早就认识到了 那么流行是什么意思 小范围的传染 就叫传染 如果大范围的传染 这叫流行 比如说 这种病啊 只在小范围内传染 传染 就在我们的教室里边 或者就在院里边 这可以不叫流行 就叫传染 传染的面积特别大 比如说 无忧可奖的 他所发现的1641年 那场瘟疫 说一下什么 多大面积呢 山东 这省 养殖 就是浙江 江苏 山东 河北 飞到四个省 这还不叫流行吗 大范围的传染 就叫流行病 那么温病里边啊 有好多病种 可以导致大的流行 最典型的就是流感 流行性感冒 如果流行性感冒 造成大的流行 那就是瘟疫 我个人看法啊 无忧可写那本 文艺论里边 写那个文艺 就是一次大流感 我就是说 咱们说流行性脑脊髓膜炎 简称叫流脑 流行性乙性脑炎 简称大脑炎 疑脑 像这些病 如果他流行的范围非常广 他也属于流行病 如果传播的不很广 这是传染病 这是普通的传染病 所以他这个流行的概念呢 是看你范围的大小 能够造成大流行的疾病 比如说 这一类的病 现在咱们能见到的就是流感了 天花在地球上已经绝迹了 没有了 今后再也不会有天花了 所以小孩都不用种牛痘了 这个没有了 鼠疫 火烂 在人间还没有灭绝 还有 但是呢 很少了 控制的很好 像这一类的病 发生之后 就容易造成大流行 范围非常广 那是几百万人的死亡 所以这类的传染病呢 在这个世界各地啊 因为现在的卫生条件好 预防措施好 所以基本上见不到了 但是也是有发生 霍乱的 非洲也有啊 这一类属于流行病 但是它是文病的范围 那么就是说啊 作为文病来说 其中有很多病种 可以导致传染 甚至于道成流行 但是并不等于文病 就是传染病 咱们还是强调了一点 所以我加了个大多 因为什么 中暑就不传染 风症 比如说大疫情肺炎 它就不传染 再一个特点 文病的病理演变 也就是变化 它的病理变化 有一定的规律可循 那以前呢 人们没有掌握这个规律 所以呢 对文病的变证论治不了解 自从文病学派形成之后 那么对文病的发展变化规律 有了了解 掌握了 所以它就形成了变证论治体系 那么这个演变规律是什么 咱们把它盖括上啊 对文病的得出 力专门 我看到了解 没错 过没有 那么 对文病的 感谢 我们 解雇 这么五个方面吧 由表入理 由浅入深 由轻道众 由识 自须 由功能时长到实质最长 这几个特点 这几个规律 不一样 大家看 由表入理由浅入深一样吗 在法国讲文明 这学生提出来 老师你这前两个重复了 由表入理由浅入深意思一样 我说不一样 为什么呢 温病是外感病 咱们说心感温病 有的温病 没有表证 没有特殊 但是一般来说 凡是心感温病 都有一个由表入理的过程 先是表热症 然后才出现理热症 有一个由表入理的过程 由浅入深 包括由表入理 但是它不一样在哪 理热症本身 有没有浅身体区别 比如说 咱们按 未吸引血症来说 由位分到气分 或者由位分到盈分 都可以啊 由位分 传入气分 或者跨过气分 由位分直接入盈分 这是不是由表入理 这是由表入理 到了气分之后 由气分入盈分 由盈分入血分 或者由气分直接入血分 这还算由表入理吗 不是了吧 都是理热症 但是它有没有浅身 一步一步的深 所以温病啊 两个特点啊 由表入理 有浅入深 它含义不一样 由轻到重 由表入理 由浅入深 从定情上来说 这个说的是病位 从定情上来说 是不是越来越重 这是肯定的 再一个由实至虚 开始 是实症 然后转化成虚症 为什么 实症的概念 是正邪 是正邪相争啊 正邪为什么会相争呢 因为 邪气胜 但是呢 正气不衰 也就是说 实症的概念 是邪气胜而正气不衰 咱不能叫正气实 邪气可以叫胜 正气不叫胜 正气再胜 只要有邪气在 和邪气相争 肯定正气要受损伤 所以不能叫实 也不能叫胜 但是损伤是损伤 他没有到衰竭程度 他对邪气有抵抗能力 这个叫不衰 在正气不衰的前提下 邪气又胜 他们两个相争的非常激烈 出现一派 亢奋 有余的表现 这叫实症啊 大家想一想 正气和邪气 争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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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来结果 一种可能 就是正气把邪气 给驱逐出去了 那就康复了 全域了 这个不算 如果说继续发展的结果 是什么 邪气没有驱逐出去 正气和邪气 争来争去 最后肯定是正气要衰 那不就 有识 就导致虚了吗 是因为邪气时而导致了正气虚 逐渐就向虚证发展 所以文定肯定有这么过程 开始识时证 只要他不痊愈 必然向正气虚发展 下面这个 由功能时长到实质的损伤 请问 这个时证 正邪相争 功能正常不正常 邪气症 正气不衰 正邪相争 高热 心烦 口渴 大汗 卖红大 是实证吧 功能正常不正常 在座的柔位 有没有高热 口渴 大汗呢 如果你们卖红大 不红大 所以尽管他出现了 神大热 口渴 大汗 买红大 是实证 他功能 不正常了 为什么不正常呢 是因为正气和邪气斗争 他表现为亢奋 有余 不是健康人所应该有的体证 健康人没体证 他有 所以尽管他是实证 他功能是实常的 到实质里损伤 最后 精液大伤 甚至于损伤了肝血 是您 这是不是实质的损伤 阴液大伤 最后 黄阴了 体内的 实质 实际上 我们说 就是体内的物质损伤 什么物质呢 血 精 精 液 这些液态的有形的物质损伤 你就大量的补阴 这俩有没有区别 由实至虚 这是不是虚 它俩有没有区别 我为什么练两厂 这俩我觉得有点区别 我自己看有点区别 你比如说 由于 正邪相争 而导致气虚 甚至于 亡羊 开始 神大热 口大壳 大汗出 卖宏大 四大正 大汗出的结果 最后 体温突然下降 四肢觉冷 虚脱亡羊 阳气虚脱 这是不是虚的 虚脱亡羊 还不是虚吗 这个能不能叫实质的损伤 白虎汤 然后白虎加人参汤 最后生卖伞 再严重了 身腹汤 补气不脱 灰羊就腻 这个算不算实质的损伤 我觉得不算 因为它是气脱 是亡羊 羊气是不是物质 是物质 但是和 精血今夜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对啊 温病 由实证转徐证 可以出现虚脱亡羊 那肯定是徐证 但是 它和精血今夜的损伤 实质性损伤 并不一样 亡羊好吧 还是 亡羊好吧 从治疗上来讲 是回羊快 还是 补羊快 因为当然 亡羊好治 当然了 亡羊也可以照样死人 但是从他们两个比较来说 这个补的很缓慢 阳气 恢复的很快 所以他们还是有区别 我觉得还有区别 所以 我把它分开来说 这个指的是 实证 像阳气去发展 这边指的是 精血今夜的损伤 亡羊 总归 温病的特点 它的病理演变 有它自己的规律性 大多数 是向这个方向发展 有表热 变成里热 有里热 最后 结局 这和伤寒就不一样了 伤寒 比如太阳表症 表寒症 然后 阳明理时症 最后发展的结果是什么 大多数是亡羊 三阴病 三阴病是徐寒症 温病和伤寒不一样 它有它 特殊的演变规律 不管你按 微起行血变证 还是按三胶变证 是不是逐步深入发展 是不是由功能失常到物质损伤 最后是这么结果 三胶变证也是一样啊 上胶的肺 中胶的脾胃 下胶肝肾 如果密传 就在心包 由肺 密传心包 是不是由功能失常到实质损伤 最后 盈阴损伤 伤盈阴呢 是 这么传呢 功能亢奋 都是功能亢奋的病变 不管上脚中脚 到了下脚 是不是最后实质损伤了 死伤肝血就赢了 你按买的辩证来说 都是这么的规律 第四个 临床表现有特殊性 这个特殊性就是既不同于内伤杂病 又不同于伤寒 那么温病临床表现的特殊性 咱们就没法用一句话改括了 因为 温病可以分为 温热病 和湿热病两类 你说伤寒呢 也有寒食病 寒要加上食 他还是寒 对吧 太阴病不就是寒食病吗 伤寒的太阴病 寒食病 你还是用温阳的方法治疗 还是用温阳 温病就不一样了 温病的温热病和食热病 就是两类 他表现不一样 所以很难用一句话改括他 这个特殊的人状表现 他有他的特殊性 他有他的特殊性 但是 都是稳定 温热病的特殊表现 放入三个字吧 简单点好记 起病级传变快 变化 传变快 变化多 热向中 一声音 为什么 吴居通也好 杨丽山也好 所以张仲敬的伤寒 作病论 作病是指的 文定呢 这个是让快讲 突然讲 不是这个字吗 是很突然 他的发病 非常快 起病很急 为什么 比如说啊 这是人体的皮毛 奏理 含血 形成到人体之后 能不能当时就入理 当寒一日太阳受制 会不会当时就进阳明 他不会 为什么 因为 寒主收饮 受寒以后 人体的毛孔收缩了 就很简单 挑一冷 打冷的 起鸡皮疙瘩的 都是皮肤收缩的结果 所以寒主收饮 是皮肤肌肉收缩前饮 包括经脉也照样收缩 所以他卖紧了 原因 是寒血的性质所决定 这皮肤一收缩有什么作用 他有自然的保卫功能 他不让寒血进去 所以伤寒除起 误寒重发热情 他血气进不去 什么时候才能进去 化热才能入理 寒血化热的一个过程 所以寒血入理很慢 伤寒和温病比较起来 他起来缓慢 热血的不然 那么受热之后 咱们皮肤处于什么状态 皱里属于什么状态 开泻啊 温度一升高 咱们现在这个毛孔都挺大 到冬天就看不见了 寒冬眼就小了 现在毛孔都张开 为什么 天热要排汗呢 调节体温呢 皱里是张开的 而热血来了之后呢 皱里张得更大 是不是他很快就容易进去 所以他发病很快 太阳病或已发热 后未发热 伤寒的病 病的病人 出息不见得就发热 温病出息 马上就发热 来得很快 很急 所以不仅是起病急 向里去 传遍也很快 为什么呢 伤寒 皱里被他封锁住了 他传不进去 很慢 得有个过程 温病不需要啊 毛孔都是张开的呀 所以他可以直接就进去了 特别是鼠病 叶天室说下鼠发自阳明 鼠病开始就可以见阳明里热症 为什么呀 他热非常盛 而且人体的奏理是张开的 在这种情况下 邪气就长驱直入 所以他的传变要比上寒快 在传变的过程中 他变化也多 不像上寒 他的变化 非常复杂 影响到心包 可以出现神昏 昏迷 影响到血脉 可以冻血 冻血啊 可以导致各个部位的出血 如果影响到肝 还可以冻风 这些的都是伤寒 是没有的 在病变过程中 他影响不同的当初 都可以出现重症 变化很多 而且因为他是热血 他和寒血不一样 所以这种病人 热相非常重 体温很高 咱们中医所说热相 不止包括体温啊 除了体温很高之外 还有什么表现 脉素 舌红 面红 小面黄 大面干等等 那一派 热相很重的表现 由于热重 他就要消耗经验了 热血就要损伤经验 消耗水分 先是消耗肺筋 然后就消耗胃筋 到肺筋胃筋消耗的 差不多了 最后就消耗肝血 消耗肾筋 最后就忘音嘛 温病发展的结局 是伤音越来越重 最后 亡影 这事跟伤害不一样 特点 湿热病则不然 湿热病 它是湿和热两种邪气 这两种邪气 以什么形式存在 湿热果结 什么叫果结 包在一块了 那么大家考虑一下 湿热果结 是湿果热 还是热果湿 热无形啊 湿有形啊 是有形之湿 包裹了无形之热 所以叫热运时中 这个热鞋啊 运存在湿里面了 像个薄皮一样 把它给包住了 所以湿热病除起啊 往往是 热相并不明显 是湿明显 热不明显 形成它呀 年糕一块 一块年糕 这湿热病啊 就好像一块年糕一样 这年糕呢 出了锅以后 咱把它放在这 一会儿啊 表面上那热气就冒没了 你摸摸表面是凉的 对吧 你把手指都插进去试试 能烫出泡来 为什么 里边是热的 再比如说云南那过桥米线 上面全是油 一层机油 你看着它不热 它不冒热气 那热都在油里边盖着呢 什么时候吃它都是热的 很长时间它都不凉 十月明显这么个特点 表面看并不热 但是里边热 为什么呢 热运时中 热裹在里边 就像年糕一样 它也就像年糕一样 黏黏糊糊 缠绵难遇 所以它的特点 我们下期待 他说温热病不一样 首先 温热病热向中体温很高 他生乐不痒 体温高不高呢 高 但是你摸摸身上 皮肤啊 出门之 不着手 甚至于 反而是凉的 特别是小腿 在静稳 摸摸胳膊 摸摸腿 四肢 一点都不上手 刚摸的时候 可能比你手还凉 但是他体温是一度 九门之 你这手多摸一会儿 五分钟 逐渐的你觉得 你这热开始就上来了 手下感觉就有热了 为什么呢 他热蕴藏在里边 表面上看不出来 你摸的时间长了 这热气逐渐就蒸出来了 体温很高 但是你摸一摸他皮肤表面 并没有烫手的感觉 从体温来讲 这叫神热不痒 就神热不痒这个概念呢 比较广啊 除了体温之外 就是说 各个方面的表现 热都不明显 比如说 发热的病人 慢硕 对吧 随着体温的升高 脉搏的跳动加快 这种病人的慢硕不硕 脉搏跳动 不仅不硕 反而失缓 应该卖过到一百次 他不仅不到一百次 连六十次都不够 西医叫相对缓卖 体温很高 卖不快 中医叫缓 为什么 热运失踪 热跌在里边发扬不出来 被失裹住了 他没有鼓动血液运行加快 所以血液运行不加快 卖过反而失缓 这是热不仰的表现 再有 这么高体温大便应该干燥吧 大便不仅不干燥 反而是稀的 粉糖 面色 他面不红 蛋黄 为什么呢 失热欲争 有失裹住了 热 不能使血脉扩张 所以面色不红 口渴不渴 体温那么高 应该是口大渴吧 他口不渴 为什么呢 因为他热裹在湿里边 体面有多余的水池 所以他水进不去 等等啊 就是说 他这个症状啊 你表面上看起来很矛盾 体温很高 其他方面都没有热的表现 实际上矛盾不矛盾呢 不矛盾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本身 这个邪气就矛盾 实为阴邪 热为阳邪 这邪气本身就是一种矛盾 他出了症状能不矛盾吗 所以是符合他的本质 从表面上看 是矛盾的 这个统称都叫神热不扬 体内的热 蕴藏在湿里边 发扬不出来 就像年糕一样 表面上看是凉的 里边是烫手的 再一个特点 表现出脾胃运化功能的障碍 因为脾主运化水石 咱们所说的食热病 是外板食热邪气 它有外来的食邪 加重了脾的负担 皮虽然主食 但是它又物食 这句话怎么理解 体内的水石 是靠皮来运化 它有这个功能 但是它运化水石 有一定量的 是我们正常需要代谢的 这部分水液 它能够运化 如果多余了 它还运化得了吗 就像这清洁工一样 每天我们这院 比如说出两吨垃圾 它都能推走 今天给它弄了二十吨 它推得走吗 推不走把它给埋里头了 这皮虽运化水石 就这个道理 它运行的是正常人的 正常的水液 如果外来的邪气太多 加重了它的负担 它运化不了了 所以反过来水石就困皮 这就叫皮虽石而务石 那么困皮之后 它这功能时常不时常 皮就不能生清了 反过来胃就不能降着 它俩是一对 皮虽生清胃不降着 皮不能生清 胃就不能降着了 所以下边大面堂蟹 上边恶心呕吐 就都出来了 这不皮胃不能时常 所以食热病很容易出现 皮胃症状 道理就在这 因为皮主硬化水石 它的功能不正常了 水石硬化不出去 水液代谢肯定就发生 食肠的表现 小便不利啊 大便堂蟹 这不都是水液食肠的表现 正常人大便不应该堂啊 而且病适缠绵 很不容易痊愈 就从外感病来说 是伤寒恢复的快 痊愈的快 还是温病痊愈的快呢 就这么说 外感病啊 温热病最快 伤寒其次 失热病最慢 因为什么 失邪粘腻 难以诉出 它不像外感寒邪啊 遗憾可散 也不像热邪 一情可解 它啊 得一点点往下刮 去湿啊 咱们行人就得一点点往下刮 粘得很 这块年糕要搁这 你要想把它一把抓起来 你抓得掉吗 三番一把可以抓 温热一把可以抓下去 你要去湿 这一把抓不掉 就得一点点慢慢刮 它能刮干净 所以失邪去除的很慢 也就决定了它病成肠 残眉难愈 有温病的 临床表现的特殊性 从简单方面来说啊 温热病有温热病的特点 失热病有失热病的特点 但是 它们都不同于伤寒 这个失热病 它的发展趋势 有几种情况 一种情况 是失邪重 失热越来越重 最后把热没了 就像伤羊的方向发展 就转化成寒食病 寒食病就不是温病了 无需从温病条片里边 讲失温 后边附寒食 为什么呢 失邪越来越重 最后伤羊 导致寒食病 寒食病 贵枝 干姜 父子 肉贵 穿椒 照用 那它已经不是文明了 它没热了 像伤羊的方向发展 再一种发展 其实 就是热越来越重 热和失相争的结果 最后呢 热把失逐渐的蒸发掉了 化掉了 热就出来了 热就越来越重 所以失热病啊 初启 是失重于热 再发展 就失热病重 开始失重 逐渐热慢慢的向外扩张 抬头 失热就都重了 再发展 就热重于食 那么如果向这个方向发展 热越来越重 就向伤阴的方向发展 它就转化成温热病了 越最后把湿血给化没了 就没湿了 就是温热病了 那就变成了像伤阴的方向发展 所以它有两种发展趋势 这些问题将来咱们再讲个论 讲个个病的时候要详细介绍 你翻个大问题啊 温定的范围和分类 所谓范围啊 就是 哪些病所欲温病 给它画个圈 对大家怎么理解 首先 它跟那个内伤杂病毫无关系 肯定画不到那个范围里去 让它外感病里边它怎么画 这个道理很简单 从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 外感病啊 除外伤寒 都是文明 就这么简单 就是说在外感病里边 除此伤寒之外 都是文明 没有别的种类 这就是它的范围 这很简单 咱们主要谈它的分类 这个分类方法呀 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分法 观点不一样 但是呢 大家比较公认的 就目前比较公认的 分类呢 有这么三种方法 一种是按病名分类 这是根据不同的季节 或者是根据文病的不同临床表现 给它起出不同的名称 比如 风文 春文 蜀文 石文 东文 蜀蜀 文念 文读 给它起不同的名 这每一个病名 就代表着 一类文病 每一类文病 都有它自己 独自的临床特点 都有它自己的发生发展规律 都不一样 因为风文跟春文 就不一样 风文春文和蜀文 又不一样 所以 这个病名本身 就是个分类 根据它的病种 进行分类 第二种分类方法 按发病的类型分类 为什么按发病类型分呢 因为文病初期 它的临床表现并不一样 有的文病 初期是先见表证 然后有表入理 有的文病 初期它就没有表证 开始就是离热症 这不一样吧 根据这个进行分类 所以发病类型啊 就根据它发病初期临床特征 实际上 还是要落实到临床上 所以它临床特征的分类 病名分类也是根据临床 都从季节 不同类型的文病 它有不同的临床表现 治疗也不一样 所以 并以不同的临床 这个也是一样 它初期的表现不一样 有表证你解表 没表证你解什么表 就清理吧 所以是这种分类 第三种 按病变性质分类 所谓按病变的性质啊 实际上 就是按治病的因素 也就是治病的邪气 来进行分类 这个很简单 外感温热邪气 和湿热邪气 有湿没湿 临床表现是肯定不一样 它的发展也不一样 治疗也不一样 你得把它分开吧 所以 这个病变的性质 可以分成温热和湿热两类 这刚才咱们介绍了 这个病变的性质 由什么来决定呢 是由邪气来决定 这个温血 里边有没有湿 有湿和无湿 病变的性质就不一样了 所以治法也就不同 分类方法目前 中三大类 关于具体怎么分 咱们下一次再介绍 这次咱们就主要讲了 病变的概念 特点和范围 这些内容并不复杂 希望大家认真复习 请不吝点赞 订阅